刚刚又再有一个新消息, 近期来自中国大陆在国家政策或国家发展方略上, 都有几多不同的声音, 现在一个大主调曾提出共同富裕, 提出后共同富裕受到国内可能有些语论, 接着可能见到一些部位出了一些澄清, 甚至有些人觉得它缩了向后, 跟着昨天也出现另一个状况, 分别是首先阿里巴巴捐一千亿去支持共同富裕, 文宣说很多商店公司在联报或股东公布都有一个共同富裕的话题, 另外一样加上国家可能会审仙扔二百亿出来推动共同富裕的私人示范区, 现在整个问题是在于可能现在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作为他再执政的其中一个重点的发展方略, 就是说将现在首先部份已经富起来, 跟着现在将财富再均匀一些发展到包括农村包括中低收入的人, 都有他们自己发展和发达的机会。 好了,现在讲的是,虽然讲了共同富裕出来之后,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有些担心, 甚至有人觉得会不会是国狗赛呢? 即是说我现在有钱,你拿回我的钱呢?共产呢? 可能它现在更加巨细无害地开始编辑或讲新的政策出来, 希望大家明白现在的新政策其实是共同富裕可以一步一步做得到, 而不是大家所害怕的一些可能共理产或十万元的存款与上都要调查, 可能它在做一个方法去令解释共同富裕可以怎样走, 有什麽方法走, 现在它讲的是在北京再开证券交易所, 有政策交易所就会集中讲的是新三板的优化, 而新三板优化是讲的是中小企业上市, 即是说将中小企业的生意市场化, 同一时间这些中小企业, 新三板主要服务着内循环, 以及自己的消费,即是推动自己的消费, 这一个正正跟现在本身中国出现一些, 尤其是在资本化市场, 或者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些公司发展, 是有几不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现在中国在做的一些市场化的概念, 就是将一些特大企业建立出来, 无论是私营或者公营, 都是越来越建立一些巨无霸级企业, 巨无霸级企业不单是全国性或世界性企业, 而且在国家的范畴板块, 它是独占无头,是一个公司独大, 你说腾讯好,阿里巴巴好, 你说网易好,又或者甚至乎美传也好, 它都是在做一个接近寡头的生意, 这个生意很明显将所有财富偏側, 这个板块肯定要赚钱, 这个板块的经营和赚到的利润, 全部都在这些公司的所管理层, 在公司的老板手上, 不是均负地分给其他人, 现在几明显,它很久有个政策上的转变, 就跟早两个礼拜或早十日, 突然间在周末公布, 以后打机限制在星期六、星期五、星期日, 八至九点一样,就是本身已享用一些, 或者本身已成功地变成寡头的公司, 譬如腾讯,并说阿里巴巴, 它可能会利用政策将部份营业捏出来的市场, 释放出来,令市场可以有些中小型企业, 可以在那些捏出来的空间上去发展业务, 因为发展业务需要资金, 亦需要此长化才可以令到公司壮大, 变成了北京成立一个新三板, 内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上市基地, 不是很像上海这样做大企业, 也不是很深浸地做创科板, 或者做高科技板,要很大投资, 主要是做国民经济, 而且是内销型的,是消费型的, 可以中微企业或中小企业上市, 令到它在北京做到融资的一个渠道, 令到它们有得发展, 就是当国家越来越多政策, 将那些寡头企业捏回部份市场出来, 在那个过程中将这些市场跌回中小企业, 变相这些大的寡头公司, 大的一些巨无法公司, 不能够再整个板块弄霸了, 板块的部份始终要给一些中小企业, 令到多些人可以分享利润, 我想现在它告诉人是有这样的概念, 这个概念成不成功是一个文口, 整件事再重复一个论调, 在日本及南韩, 现在讲内销经济,即是由消费人经济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六成以上, 在欧美是七成的, 在日本及南韩与中国大陆及亚洲人接近的一些消费模式, 在出口或其他服务而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三十多%, 但现在中国不是, 中国只是刚刚相反的,出口占了整个百分比, 逐低超过六成, 只要三十多%是内销经济用消费形式带动, 现在它要推动这个经济, 其实有机会令到现在北京所谓的一个 深三板及中小企为主的消费经济可以搞活, 但这有一个很大的条件, 就是现在中国是创造财富以出口形为主的经济可以活着持续, 如果万一中国与中美博力之间, 在中美博力之间中间出了一些令中国更加难拿到利润, 或者更加难做出口或更加难发展, 又或者现在甚至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拖慢了, 因为疫情,因为可能来自外国的一些在购买中国商品上的一些阻滞, 如果这个情况继续持续的话, 就算要捏了一些大的巨500公司的一个部份市场出来也好, 其实里面都是无利润的, 因为无法用外销经济在带动利润, 变成无一个利润或无一个生活以后的多余钱, 根本居民就无钱消费,也不会推动到一些消费或一些中小企可以发展, 所以北京的一个新股市, 它成功与否就好看第一个国家政策是否真的支持到, 将一些特大企业,将一些巨500的部份市场指发出来, 而第二,也看到一定有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才可以推动到这个发展,如果出现任何状况, 包括了可能币值上的波动, 包括了可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磨擦, 都可以令到这个板块不成功, 对香港来说,香港就绝对不是想欢迎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小企, 因为之前香港曾经容许很多民企, 很多中营民企来香港上市, 但结果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它不跟香港的上市规则, 包括财务申报上有些问题, 甚至包括公司管治出现问题, 所以对香港的一个股票市场来说, 我想它是比较欢迎一些特大企业来, 就不是欢迎一些中小企业来, 所以对香港来说, 根本这个不是香港杯茶来, 但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一些特大企业, 是可能国家政策要将它现在的一个经济版图缩细, 变成距离香港可以集资的额, 又或者可以做杠杆, 即是将它因为有同景而导致公司市值可以比预期更加壮大, 或者更加大压来香港集资, 这反而可能是一个阻制, 所以现在的国家政策如果是要将财富, 就从一些特大企业在巨无霸道, 转移到一些民间中线企业, 即是多些人可以负易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来香港上市的特大企业会越来越少, 或者来香港上了市的特大企业, 亦可能出现一些发展的障碍, 所以对香港来说, 都不是影响, 就是香港上市或金融服务业, 可能在收入方面, 在香港反方方面都会有一些阻滞, 我想这样讲, 现在可能在北京的管治上, 索罗斯很尖锐地连续出很多文章炮转, 但另一方面,我想在北京的看法, 第一,可能它将北京东奥, 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东奥看得非常重, 即是看成它重中之中, 其中一个一定保证可以顺利举行的大事, 而例如在包括疫情抗疫工作上, 它现在动态清零的态度, 就是保证在明年2月之前, 在冬奥开幕之前, 绝对不会出现疫情爆发, 而导致奥运可能因为感受影响, 它可能在2月之后, 可能会反而接近西方世界那种, 与疫苗和病毒共存的一个政策, 即是说很可能北京东奥之前, 就不会开放有关抗疫工作, 又不会开放边界, 但不会开放关卡, 不会开放旅游, 不会开放traveling, 但在3月之后可能情况完全不同, 可能欧美、新加坡已经不断测试, 跟病毒共存而开放边界, 开放旅游的政策, 它们走了半年后, 就轮到中国可能在奥运之后走, 变成中国现在去到奥运之前, 似乎都要捱住, 就是不断因为动态清零, 而不断有这些病毒, 例如星病毒传入来导致确诊个案, 而跟着因为动态清零, 而按下地区的经济活力, 就会出现更加多对根治针的压力, 但这情况可能会去到在冬季奥运之后, 它一定要转变, 但可能要捱多半年。